哈喽,大家好,我是黄小仙 我想问一下大家,平常你们唱歌的时候呢 是不是嗓子特别容易呀 或者是呢,说话呢,说的比较多了 或者你说话呢,说的时间比较长了 是不是嗓子呢,特别会觉得不舒服 是这种情况吗? 那,你们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想要解决的话,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请跟大家说一下啊 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会在直播间教大家唱歌 同时我们正在建立粉丝家人群 还有我们正在开设学期班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的一个小学呀 要排元旦晚会 然后呢,他们的老师干嘛 请我去给他们的老师排合唱 我的内心是非常忐忑的 你想想,我去给那么多老师上课 他们会服从我的安排吗? 所以呢,当时我开场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们想想,上了一天的课 那些老师呢,肯定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呢,一开场我就这样问那些老师们 我说你们是不是上了一天的课 嗓子是不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些老师呢,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 说是的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今天呢,教会你们一招 让你们以后呢,上课啊 一整天嗓子都不哑 你们想不想学会 然后那些老师非常的兴奋说 非常的想要学会这一招 那这一招是什么呢? 你们想不想学会呢? 我们的嗓子为什么会哑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 嗓子的一个运作结构 嗓子里面呢,是有声带的 什么是声带? 声带呢,就是产生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动体 大家要清楚明白一个道理 世界上所有万事万物的声音 都是通过振动所产生的 没有振动,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声音 所以呢,声带就是产生声音的一个振动体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明了 我们的嗓子什么时候容易比较哑呢? 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说话呢,嗓子特别容易哑 为什么哈? 这个呢,就好比是我们的一个声带 我们的声带呀,它其实是有弹力的 当它越兴奋的时候 它的弹力呢,就会越足 就会越有弹力 但是呢,早上的时候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起床,本身就没有精神 经过一天的一个晚上这样一个休眠 我们整个人的精神本身就不是很兴奋 那嗓子也是一样的 它没有运作,没有说话 那它的嗓子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声带呀 它是没有什么弹力的 但是你又必须要说话 你说没有多久的话呢,嗓子就哑掉了 所以为什么早上的时候呢,嗓子特别容易哑 怎么样让我们的嗓子不哑呢?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嗓子呢,做起热身运动来 怎么做热身运动? 待会呢,我们后面会说 你们想一下,我们平常运动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热身? 你跳舞的时候,你要不要拉伸? 你做瑜伽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拉伸? 如果你不去做拉伸,不去做热身的话 你跑步很容易伤身体,伤肌盖 如果你跳舞的时候不去拉伸 你是不是很容易伤韧带? 那么我们嗓子也是一样的 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 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休眠了一整天 我们的嗓子呢,是处于一种慵懒的状态之下 那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给它一个猛烈的一击 突然就大声说话,突然就说话 那这个时候嗓子肯定是受不了的 所以呢,我们要像跳舞、跑步、做瑜伽一样 都要有热身运动 当你热身运动热起来了之后 你的嗓子呢,就会产生一个兴奋度 那你就不会那么容易伤嗓子了 你的嗓子呢,就不会有那么容易哑了 好,重点来了 怎么样让我们的声音不哑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声带呢,有弹力 能够更加的兴奋 当你的嗓子有弹力的时候 那你说话呢,就会有更大的一个耐受能力 那你的嗓子就不容易哑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深夜老师上了一天的课 做了一天的示范 他的嗓子呢,会不哑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都会进行一些发声方法练习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让自己的嗓子不哑 那首先第一个是要去打开你嗓子的兴奋度 去让你的声带呢,更有弹力 在接下来呢,我会用两种方法去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打开我们的嗓子呢? 第一种方法,无声练习 深呼吸 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受到这里有一个凉凉的一个感觉 那你找到那个凉凉的感觉 那个就是正确的一个无声方法练习 感受凉凉 每天练十分钟,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大嘟练习 也是唇菜音练习 同样的也是深呼吸 然后嘟出来用我们的气息去颤动我们的嘴唇 记住这里是放松的 你或者可以用手这样按住它 同样的也是练习十五分钟啊 只要大家呢每天按这种练习方法去练习的话 第一个能保证大家呢 每天说话嗓子不雅 第二个你长时间这样去练习的话 我告诉大家 你会说话越来越好听 会越来越颗粒饱满 像波音源一样的说话 自证腔圆 现在呢 我就用刚刚那种练习的方法 去说一段 波音腔 哈喽 好我也变一下 哈喽 所有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 对于大家呢 有一定的收获 你们一定要给我点赞 关注评论好吗 我也希望以后你们说话 会越来越好听 如果你们觉得我说话呢 挺好听的 你们一定要给我 多多的一个表扬好吗 如果觉得不好听的 也没有关系 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就可以了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这两种方法呢 是非常好的练习方法 也是呢 我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 这种教学经验呢 我身边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了 并且呢 我在线上的一个教学 我们有学习班 在学习班里面 有些成员呢 跟着我们学了几个月 他们的声音呢 已经发生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发了一段 那个朗诵 他问我 老师 有没有波音枪 我说你已经练习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听了 你有波音枪 而且呢 有力壮 有饱满感 这是我们学习班呢 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我希望呢 大家呢 也可以坚持 每天这样练习 你想让声音不哑 还有一个长期 需要坚持 每天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 无声练习 或者是打度练习 这个一定要去坚持 如果不坚持的话 你的嗓子还是会哑的 到时候不要说 我没有交给你们干货 好吗 想要嗓子不哑 首先你们已经了解了一个 嗓子的一个运作结构 第二个呢 你想要嗓子不哑 一定要去找到我们嗓子的一个兴奋度 要打开我们声带的一个拉力 一个弹力 那怎么样去练习呢 在前面我们也已经说了 大家按照方法练习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这个呢 对你们有收获 一定要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